這個電視台導賞團 是由本台的員工 帶著列治文殘障人士支援中心的會員 去介紹我們電視台過去30年 參與華裔社區活動的歷史 以及看看我們日常節目的製作 首先很感謝Fair Chow TV給我們這個機會 今天帶我們的會員進來參觀電台 其實是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都沒有這樣的機會出來 其實我們的中心希望陳障障人士多去社會 多學習不同的東西 認識多些朋友 認識多些人 希望他們可以有這樣的接觸 今天進來希望會帶起他們的興趣 在剪接、拍攝、剪片方面 希望會帶到他們有這樣的興趣 可能遲些可能有興趣 如果找這些工作關於拍攝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風格 當日他們個個都很認真地聽講解 還對我們節目製作的過程很有興趣 希望他們參加今次的導賞團 有得著拿回家 其實他們平時在支援中心 都有不少活動參加 列治人產障人士支援中心 其實做很多不同的課程 很多活動等等 其實我們跟很多社區中心很相似 不過我們的課程特別是設計給殘障日子的 任何殘障人士有需要 都可以在我們中心問一下 看看有甚麼課程適合他們 我們沒有地區性限制 即使我們叫做 Richmond Center for Disability 你不需要在列治民 你在第二個城市來都可以 進來我們中心 或者上到網上參加我們的Zoom課程 也可以參加我們中心的不同課程 而且亦沒有年齡限制 其實最小的我們有個Summer Camp 10歲的可以參加Summer Camp 而我們最大有些senior 是一些奇影 他們亦都進來我們參加的電腦班 如果對列治民茶障人士 支援中心的活動有興趣 或者想了解多些中心的資訊 可以上他們的網站 或者親自到訪他們的中心都可以 下星期我們再和大家看看 另一個無障礙社區的活動 在同�arse市會公司